Here let's go back 嘿 大家好 我是台湾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又来到我的台湾 这一次呢 我跟你讲菜单不一样 你知道这一池里面有多少钱吗 老板真的是豪气 你不要以为疫情喔 掉下场很多都做的 收了很多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用担心 老板就是18万现金给他放我 今天呢 全部都是南澳龙 这是需要技巧的 今天没有播播 所以呢 我今天有找一个 就是招手 很厉害钓龙虾的朋友 坐在我旁边坐镇 如何坐镇呢 就是我放枪 他起虾 我们就是两个人呢 要合作无间 今天呢 就是接龙游戏 久过去梅花七 他就要接六 就是这个概念了 好 我们就开始钓吧 我来带你来看 我们的龙虾还没下池 它是长什么样子 下的池 它也是长这个样子啦 重点是 超多龙虾欸 我跟你讲 我们就是 跟老板说我付一万块 然后一小时掉这一池 所以要来开玩笑 不给掉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等一下菜单 哇 嗨 你等一下要自己的吃我的鹅哦 我看看 那一只有多大 它的头大概是我的大腿 没得夸张 没有在 我讲台语叫好小 我还好大咧 好小 然后这一家之前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感觉比较昏暗 我今天一进来 眼睛为之一亮 光线很好呢 然后今天呢 大家都冲着这个美丽的菜单 这个菜单呢 就导致它满肝了耶 哦 超强大的 已经很少这种盛况空前的 钓龙虾的画面了 毕竟之前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它的池子也变得超大的 我们今天满肝是36肝 以前是中间会隔开的 它现在是整个都打开了 我们现在第一轮是先放70只 不是泰国虾哦 是龙虾 走线走线 诶 它就冲掉了 它就冲掉了 它那边有石头啊 哦 我也只有边边有板子 没有 它其实我都有通知 所以在外面有一颗 然后进来这里有一颗 它是空线的 那我还是进来好了 现在第二轮是40只 会不会断啊 我的线很细 线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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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线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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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没有抖啊 没关系 线上起来就轻着就好 等下 轻着就好 哦 轻着就好 哦 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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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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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超大型的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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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真的超大的 我跟你讲 迪亚空面图就是它的 好大哦 对啊 扒到它一点点的手手而已 关节而已 而且刚才拉的时候啊 我觉得很沉 但是后来弹跳力没那么好 我在想说是不是没有 可是又很沉 没有 都没有走线耶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你这集画面会很少 啊 过了 啊 过了 啊 过了 我刚才应该要开的对不对 对 刚才有压力 刚才我清台的时候就要开了 哎呀 完了 我把虾子吓进去了 然后根据专业的统计呢 10分钟之后 它才会不受惊吓的出来 是这样讲吗 没有啦 你还没吓到它 我还没吓到它 摸到它 摸到它 嗯 嗯 然后它很害羞的把它吸收起来 有 这边有东西 我摸得到我打不到 好笨喔 好大喔 值得了啦 不要在街上就不容易拉 诶 它们刚刚每个人 轮了四五个人在那边拉 就一人一只脚吗 好大喔 我也有 哈哈 然后刚才俊俊教我说 每一只竿子 它都会有个中间的完美的重心 像我这只竿子 它的重心就在这个位置 每一只竿子 它的重心会不太一样 当你握的那个重心去找虾的时候 你的虾讯会是最灵敏的 上一刻啰 诶 走线走成这样还没有 我是开得太轻吗 我明明就摸到了 你摸到了吗 有啊 我的线好斜喔 然后上来还有抖 我刚才觉得点点一下 我进来这边是一个凹进去 我又觉得有龙虾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进来打它 你看它板子 板子讲到 对喔 这什么啊 可是是石头硬硬的 酒桃啦 还是你手感感觉一下 啊 可恶 你看那我跟饼 Wat 是延连的 若 莴 请 ris 就是你不要一直去摸 你摸一遍之後你再摸回來 你就在定點等 你一直摸來摸去摸來摸去 這樣不好啦 又輸貴 不是啦 不是啦 這樣摸來摸去摸來摸去 龍蝦會被你嚇到 他會一直覺得有東西 其實龍蝦他是很敏感的 我覺得泰國蝦可能比較笨 龍蝦會比較精明一點 他只要發現有 因為我們有綁籤嘛 所以你籤在地上在走的時候 碰到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感覺得到 你耳在那邊晃的時候 他也感覺得到 跟何況你碰到他的鬚鬚的時候 他感覺到縮進去了 他不會馬上出來 剛才釣友軍軍跟我分享說 他說他們以往的經驗去判斷說 大概你如果 就是你沒有打起來 你下方那隻龍蝦 他們平均大概5到6分鐘 龍蝦才會再出動 所以就是總而言之 就是不要一直摸來摸去啦 這樣不好啦 你摸完這樣子左右摸完之後 你就在定點等 像我我就會在我的完美轉角這邊等 因為他是三方匯集之處 那邊的龍蝦過來 這邊的龍蝦過來 甚至裡面的龍蝦要出動 這三種路線都有可能 在這個地方等到蝦 雖然我今天很用心的等 等到的就是真心換了一點點的崛起 還是繼續等 終於一天等到你 然後像剛剛放蝦的時候啊 因為大家我看所有 大家都是教我說 放蝦的時候 你到公海前面等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喬喬板的方式 喬喬板 你取得一個平衡的中間點之後 只要凹下去你就可以打了 但是那個方式 他就是組一個運氣 他會走的路線 他那麼多隻嘛 所以他總有有可能會走到你的那個路線 當你大概五分鐘沒有之後 你再縮回來前面這邊等 找他 因為他就專動了嘛 你是不是動作有點誇張 比手速的耶 你打得快 用力一點就打中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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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進洞嗎 還是他要出來 太快 哦 是噓噓噓噓 哦 你還幫我看訊號 真好 好 我釣完了啦 今天呢 運氣 稱不上好 但也不算差 就是好都有點差 這個角落沒有像我之前 第一次來的時候 那麼咬度那麼的好 但是沒關係 我至少還有騎了一隻超大的 那一隻價值五千塊 回回去是五千塊 然後還有一隻 也是大漠 可是那一隻大漠就是一千塊 所以我今天騎了一隻 超大南澳跟南澳 好 很開心 因為第一隻好沉哦 我真的沒有想到可以哪有那麼重 也很怕它噴 因為也是打到笑膠 打到左手 然後第二隻是打到 第二隻是打到哪 我也忘記了 反正就是 有上來管它打到哪裡 打到鼻孔也可以啊 沒關係 我這家龍蝦場真的是不太會讓人失望 老闆很敢放 沒有在開玩笑 如果你想要爆掉龍蝦 你就好好的關注他的粉絲團 常常會給你驚喜的一堆菜單 像今天的菜單就是 五千塊一場 然後一場兩個小時嘛 它放18萬的蝦子下去 當然偷偷跟你們說 聽到友們說 第二場的咬度會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啊 第一場 它放了很多蝦子進去 如果那時候咬度沒有太好的 情況呢 你第二場就會咬爆 因為每個房子都有人住啦 啊那剩下丟下去蝦子住呢 沒地方 它就只能一直走一走一走一走 就把它吊上來就對了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分享影片囉 記得你要訂閱頻道 也不會錯過其他的影片 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 就看見了